真好吃 鳳梨 已经被我看掉了 你一个人吃两份 你还吃掉宅宣 今天出手的是美国 美国被轰了150次之后 终于冻不掉 暴富性的反击 直接他们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民兵组织 同时在今天 他们的海军司令还直接跳出来讲了 讲法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现在是看到了伊朗 直接参与胡塞组织 所以他就认为 你们那些胡塞组织说跟伊朗没有关系 但是他就是接受你的这些资源 你的这些武器 所以你怎么能说跟你完全没关系 两个看起来这样好像对上了 因为现在英国 美国 大概有24个国家 现在已经是决定要起来 一起来反攻 五角大厦先前被他们内部很多人诟病 说为什么不硬起来 为什么不硬起来 现在呢 已经摧毁了25个目标 经济学人开始问 所以伊朗跟美国一直以来 大家都希望这个地区 已经有倚家战争了 是不是其他地方可以安息 有没有可能真的两边会真的尬起来 请教亮哥怎么看 没有 他没有直接去打伊朗 对啦 但是还是一样 他就说直接参与 直接参与就应该直接去打伊朗 但还是没有真的打伊朗 本来就没有啊 我跟你讲那个伊拉克他是在报复啦 因为伊朗上次不是去伊拉克 美国使馆旁边那个摩萨德被炸掉了 那当然也有 可能也有伤到美军啦 我猜啦 你说那一次的 他那个地方那次炸了叙利亚也炸了伊拉克嘛 对 美军应该 美军基地叙利亚那个应该有被炸到啦 那美军基地只要被炸他是一定报复的 可是你怎么没去打伊朗 还是打伊拉克 所以基本上还是拿代理人出气嘛 就伊拉克的圣城女 或者黎巴仁真主党 或者叶门的胡塞武装 对 这个背后都是伊朗啊 是 这个还有一个专有名词耶 叫十叶之狐啊 对叫 sheet the chryson 他有专有名词啊 是 就是这边画一个狐 就是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的 势力范围 外代理人势力范围 嗯 这个长期都这样啦 事实上美国也不是刚知道 那始终没有去打伊朗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嗯 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很头痛啊 因为你 你不能看这种地图啦 这种地图没有那个高低啦 你说高原 你要看出他的地形图啦 就是说 这个伊朗 你只要一进去 我想地面部队啦 你就碰到高原 500公尺 嗯 所以又仰攻啊 就没办法打 那你如果去空袭 那他大部分的 导弹啊 还有飞弹啊 五人机啊都放在山洞里面嘛 对 你也打不到 嗯 叶门片片野都是这样 叶门海岸线 他一进来就碰到高地 没有像伊朗那么高啦 嗯 可是也有一两百公尺啊 所以就 造成 胡赛武庄他很容易就 在里面就散掉了 那因为胡赛武庄不是一个政府嘛 是一个游击队啊 嗯 所以 美国也不知道打哪里啊 嗯 所以他只能够用雷达去侦测嘛 看到有 导弹机力就去轟 看到雷达就去轟 就这样 对 可是轟了 轟了大概 五次了吧 嗯 一般认为胡赛武庄还有三分之二 对 胡赛武庄只有一万五千人 那轟了五次还有三分之二 对啊 你就知道哦 不容易打到啊 嗯嗯嗯 那你如果要登陆 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登陆 真的是没有办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用火箭弹 用无人机 尤其是火箭弹 他的火箭弹跟导弹的射程哦 嗯 可以导到雅定弯 对 那就几乎是 苏一苏印和下来就是雅定弯嘛 所以他打的距离 很远啊 嗯 所以即使你可以把它赶出海岸线 你看他还是打的到啊 对 就除非你一直追追追 只会把它赶到很很里面 嗯 那你去看那个面积有多大 那个海岸线是200公里 嗯哼 所以你如果要往内推 把它推到很里面 那面积啊 你要能够占据点啊 至少要动员几万人吧 美国不愿意啊 就是他真的要大批的人进去 对啊 那你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因为阿富汗就是一个到处都是 就是什么山谷啊 然后各种部落啊 塔利班就是这样卷起的啊 嗯 那你去打他 打不到啊 嗯 那就躲在高原各种山谷里面啊 所以现在美国碰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叶门也是这样的地形 是 然后更何况他不是真的要跟你坐在 他是要去 这个威慑那个过往的货轮嘛 对激怒你 他打的又不是军事目标 Poke你一下 不是真的Poke 是真的打啊 真的打啊 但是他他就说啊 我 其实他本来其实对准的是什么 对准的是以家问题 但是其实后来发现 跟以家有关的越来越少 他就专打美国专打英国 因为你打你打他嘛 嗯 所以他就说 我们已经把美英货轮都当作目标 对 他已经 跟以色列脱开了 对啊对啊对啊 你到以色列港的船他打 嗯 那现在是只要美英的他都打 是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你英国也非出兵不可嘛 可是出兵没有用啊 就是 你目前能够做的就是空袭 那你了不起就是派 轟炸机 战斗机 那这个都非常花钱了啦 因为我跟你讲啊 那个胡赛武装用的那个火箭弹 一枚是 大概2000美元 2000 CP值很高就对了 那你用导弹打他嘛 一个导弹大概是200万美元 嗯 2000对200万 嗯 那你要搞到搞多久啊 是 就是 2000对200万等于是100倍嘛 就是这样啊 然后 就是你打 就是也没有打到要害啦 那 他是不是有很多武装人员 聚在这里让你打也不是啊 嗯 他就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操作啊 就是火箭弹啊 无人机啊 你知道 或者有时候有小艇 嗯 就出海嘛 然后来干扰你的火轮嘛 是 就这样啊 嗯 但就是还是看起来就是一个 应该怎么讲 量体不太一样 但是问题是 另外就是他联动到以色列打加沙嘛 对 就是 只要 加沙战争没有停火 嗯 他这里就不会停嘛 嗯 那他这个正当性非常高啦 因为 因为 鲍勒斯坦人在加沙受苦很多人都看到 是 那大家都 无可耐可怕 是 所以等于是夜门胡赛武装这小兄弟啊 他带大家出气啦 你知道 有点这个味道 嗯 那阿拉伯有很多大哥国家啊 有钱的国家 会内疚嘛 嗯 所以就会捐钱给他啊 所以捐武器给你啊 对不对 嗯 所以你 这个夜门胡赛武装是不缺武器不缺钱的 因为他背后有极大的力量 嗯 就是 你只要以色列去打 那阿拉伯国家就 不能交代嘛 那他就支持你啊 让你去打啊 斗内一点 事实上 伊朗的那个代理人就是这样形成的嘛 是 就是 事实上伊朗的代理人也不一定是什叶派 哦 不一定啊 嗯 大部分是吧 呃 大部分是 可是不一定都是 嗯 就是 比如说那个哈马斯你说哈马斯是顺尼派啊 哦也是 可是伊朗很有支持哈马斯啊 对 你懂我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纯粹就是 你阿拉伯半岛的这些比较 比较有钱的国家 嗯哼 你没责嘛 嗯 你面对以色列你拿不出办法嘛 那伊朗敢跟以色列斗啊 嗯 那我伊朗 养一堆代理人来跟以色列斗啊 是 那 这些代理人真的斗的时候 一些阿拉伯的有钱人就觉得帮他出气啊 那就捐钱啊 事实上 哈马斯最大的金主就是卡达啊 是啊 是啊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 他们就是 看不过嘛 就觉得以色列这个太过分了 他又不敢跟他打 你知道就是这样 他就 偷偷给你钱啊 对 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 有钱人的生命 比较高贵 比较高贵 对啊 可是 就是很珍贵 有钱人爱惜自己的性命 可是他支持他啦 嗯 这个 这个上跟 上所有的激进主义都是这样 嗯 你最终还是要有钱嘛 是 对不对 那 你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 嗯 是 但是其实哦 现在伊朗他们其实也开始宣布 他们要接收更多的新款无人机 大家就开始讲说 他最近开始有一些动作 那伊朗其实最近呢 跟谁是真的直接杠上 叫巴基斯坦 但你也不能说他是跟巴基斯坦杠上 原因是因为他说 我打巴基斯坦 我不是要打巴基斯坦 我是要打他里面跟我不合的那个组织 可是就这样 对 两边轰来轰去 就彼此都轰到你的境内的时候 就大家不开心了 就说你为什么你没把我放在眼里 你打我家里面的人是不是 好 那后来呢 吵架 吵架出来调停的是谁 是美国跟中国 美国说不能这样 中方说哎 不要再吵了 大家好好坐下来谈 上个礼拜才刚打架 这个礼拜马上就说哎呦没有 我们外长要马上过去来 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 要修复关系了 那个速度之快 大家有点说哦 原来这个变化可以这么快 但是这一次两边的互动 也让大家开始想问就是 在伊斯兰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刚刚亮哥提到迅尼跟什叶 那在现在他们真的 在中东大和解之后有真的合起来吗 还是说其实他们里面还是内部会有一些些的 小疙瘩 我这件事情不太一样啦 因为巴基斯坦是顺尼派没有错啦 对 那伊朗是什叶派 可是这一个他们的针对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秘鲁兹人 对 秘鲁兹喔这个就要讲到历史了啦 我给你讲过一下 好来 这个库德族不是在土耳其跟叶利亚的边境嘛 对 那库德族高达三千万人 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国家嘛 对 那他的种族就散在四个国家 嗯 秘鲁兹人 他是散在伊朗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境内 是 他本来有一个叫秘鲁兹王国啦 嗯 他后来被灭掉 嗯 然后他们就没有国家了 嗯 那这个分配是这样啊 七百 七百多万人 在巴基斯坦 嗯哼 那因为他觉得他被巴基斯坦压迫 事实上他们都是顺尼派 所以我说跟你 跟你讲说这跟叫派没有关系 嗯 那 他就认为他的资源被巴勒斯坦能剥夺 对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毕鲁兹解放军 是 他搞独立啦 嗯 搞独立运动 那在伊朗这边呢有140万 嗯 比较少 比较少 那因为他们都是毕鲁兹人嘛 所以毕鲁兹解放军在巴基斯坦闹事之后就 跑过来伊朗这边 借住朋友家 然后巴基斯坦就打不到他 对 那 因为毕鲁兹人是顺尼派 嗯 所以他们跟伊朗就不太好嘛 嗯 所以他9月9月就在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叫 顺尼的正义军 嗯 那这个是伊朗境内的恐怖组织 那他打完了伊朗就躲到巴基斯坦这边 那 我跟你讲啊 正义军的背后支持的是美国 嗯 那毕鲁兹解放军背后的支持者是印度 嗯 那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情况 就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讲毕鲁兹解放军在巴基斯坦闹完事 就跑到伊朗嘛 是 那伊朗为什么不打他 因为他这个毕鲁兹解放军背后是印度 那伊朗不想得罪印度 嗯哼 那我刚跟你讲那个顺尼的正义军不是在伊朗吗 在伊朗绕完事躲到巴基斯坦 那他的背后是美国 巴基斯坦不想得罪美国 就这样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长期贪在这里 都没办法解决 啊 那直到去年6月7号 嗯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你做一点功课你就知道了 背后都有大哥的影子 嗯 去年6月7号在北京 召开一个中国巴基斯坦跟伊朗的 毕鲁兹反恐会议 嗯 为什么中国会介入 因为 瓜达尔港就在毕鲁兹 对 那他那个中巴基斯坦要修铁路嘛 嗯 要从新疆的卡斯 一路拉到瓜达尔港 这个是中国人员 进口不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必经之路 所以瓜达尔港中国是高度重视 整个中巴基斯坦走廊 从中国大概投入460亿美元 嗯哼 那中国大陆在施工的时候就被炸 对 就毕鲁兹解放军来破坏嘛 嗯 他事实上不一定是针对中国 可是他就说 他就故意要让你为难嘛 就说巴基斯坦你就不给我钱啊 不要让你好做事 你到时候盖这个铁路我也分不到钱啊 嗯 所以他等于就是在要价 嗯 那中国也知道巴基斯坦的状况 就说人家是 毕鲁兹省的矿产 那你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来给人家挖的都不跟人家分啊 哦 所以这个是有内部矛盾的 中国知道 嗯 那中国也觉得说 诶 你不要这样啊 我们这铁路没有办法盖啊 所以中国也觉得说 诶 大部分的毕鲁兹人也不是解放军啊 我刚不是说 在巴基斯坦境内 毕鲁兹人有700多万吗 对 那解放军大概不到5万人 不到5万人 啊 可是因为 他们觉得他们被剥夺嘛 所以大家看 解放军出来干点事 大家也就偷偷支持啊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无解不是啊 就是 你就把资源分配稍微合理一点嘛 那这个毕鲁兹是解放军大概就搞不下去了 所以哦 我认为这一次巴基斯坦跟伊朗这样互轰啊 叫跨境 跨境消灭他的敌人啊 嗯 这个是有默契的 讲好的 讲好的 有可能 而且我跟你讲 做个戏 而且这里面有中国的影子 嗯 所以毛铃在第一时间就表达立场啊 他说 哎呀遗憾啊 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朗在那边互打 那两国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如果需要中国协调 中国愿意积极参与 他就这样讲 是 我认为连这个台词都事先讲好的 套招的 对 而且你去看巴基斯坦啊 因为我去查巴基斯坦外交部的政府文件 嗯 他去炸伊朗嘛 对 他立刻发一个声明 他说 我们不是针对伊朗人民 对 我们是去炸恐怖团体 是 那两国也很很绝啦 就是 两国在报导那个灾情的时候 都没有提到本国人被杀 嗯 都说是 恐怖团体 壁都支人被打爆这样 不是 精准 不是本国的民众嘛 嗯 大概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 就在 伊朗先打巴基斯坦嘛 那巴基斯坦就外交降两级嘛 对 一个礼拜就全面恢复了 是 是 然后那个 全面恢复了声明 你还看到说 两国有如兄弟啊 那我们未来还是要在反恐的道路上继续合作 嗯 所以我认为他们大概就建立这个跨境 取缔 追击 这样的模式 嗯 大概已经建立了 嗯 所以这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因为现在双方等于外长要再回访嘛 然后要修补关系嘛 那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亮哥帮我们讲了 其实这里面很多人就开始在讲了 因为有中方的原因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里面 中方是真的没有去动手瞧吗 还是说其实这瞧的也是让大家觉得说 还蛮明显的 这个巴基斯坦的飞机就是骁龙啊 对啊 那事实上就是中国的技术啊 对啊 这个东西是这样啦 就是 你如果要用导弹 牵涉到是中国卖的 嗯 或者是飞机 那一定会有导航的问题嘛 嗯 嗯 中国如果要缴你的局可以把北斗关掉啊 也对齁 直接做就好了 他没有关掉啊 嗯 嗯 所以他也乐见你去做这个事啊 我是让中国大陆曾经 我曾经看过一些报导啦 就是 中国的那个工程师被炸死嘛 对 我记得他有一个那个中巴啊 就整个被炸 嗯 中国也是觉得很烦啊 说这个事情怎么没有办法处理 嗯 本来在想说可不可以派武警进去 嗯 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做 嗯 因为巴基斯坦坦白讲也是一个 主权意识很强的国家啊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处理就好 嗯哼 所以这次就处理了 嗯 嗯 就是这样啊 当然啦在这一次你也会看到一些印度媒体 刚亮哥讲完故事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哦为什么是印度媒体啊 这次印度媒体还特别发一个稿子出来 讲什么 讲说啊你看看巴基斯坦都买大多的东西啊 嗯 结果你看那个导弹 防空导弹都不用啊 一颗弹都没有拦到 就开始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 比较酸言酸语出现 那当然你了解那个背景之后 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新闻报导 只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回过头来 那这一块如果说 真的就是大家过个场而已的话 那回过头 在刚刚那个故事里面 不是过后场 真打 真打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套招的打嘛 对对对对对 套招的打嘛 就是你你先再来我 对对对 然后之后你要讲话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握手 握手打好兄弟 对一起努力 但是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中东这边就听到了一个 我觉得很常识一个状况 其实就跟乙哈很像 就是他们会有一群人 那他们其实呢 会觉得长期的被迫害 其中就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出来 这一小部分的帮他出头之后 然后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比较激进 然后他比较冲 他冲在前面 可是以哈战争这边 其实就有一个类似的状况 哈马斯现在以哈战争到目前为止 今天最新啦 是有可能再停火一个月 本来是说要停火两个月 但是呢是以色列这边讲的 说我们要求停火两个月 开出来要求是你要把所有的人职还我们 然后同时我要求你们的高层 全部离开加萨走廊 那当然哈马斯这边就不会同意了 所以目前传出啦 最新最新是说有可能就是停火一个月 然后呢再换部分的人职 但这场战火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都还没有到一个停歇的状态 因为哈马斯这边呢现在讲了 美国这里呢虽然说一再的 有在就是给予以色列这边战火啊 弹元啊等等 但是呢美国他们的智库 华尔街日报报导 说他们觉得三个月以上 情报机构觉得呢 现在只大概了三成哈马斯被灭 他还可以再打好几个月 他抵抗力仍旧很顽强 哈马斯现在是说 如果你愿意完全停火的话 那我可以把人全部还给你 但是这边又不要 那所以双方就开始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可以坐下来谈 那以色列境内基本上我知道 是蛮多人希望不要再下去了 我们希望能够改家换代了 你讲的还是表面的东西啦 表面的东西就是说 你人质全部还给我 我就停两个月 那只要你完全撤走 我讲的是那个干部 然后呢 然后他中间还有谈啊 我请问你然后呢 我好假设我哈马斯的干部都离开啦 你人质全部还给我 我就停两个月 对 那只要你完全撤走 我讲的是那个干部 干部 然后呢 然后他中间还有谈啊 然后他说 我请问你然后呢 我好假设我哈马斯的干部都离开啦 嗯 你以色列要不要退 他有说他要设一个那个什么 暂时的战缓区 缓冲区 那我请问你以色列军队有没有退嘛 没有啊他没想到他要退啊 所以问题卡在这里嘛 你以色列怎么可以长期占领呢 这不是你的地方欸 他可能还要第三阶段啊 他要来找一个人来帮忙这边共管啊 没有方案 你这样讲叫做没有方案 嗯 就哈马斯要的就是我退你也退 大家 然后 请巴勒斯坦政府进来嘛 嗯 就你没有资格在这里嘛 所以以色列事实上是没有方案的 嗯 以色列你凭什么叫人家离开啊 这是人家的家欸 嗯 你凭什么叫我离开啊 嗯 我就住在加萨啊 嗯 我为什么要离开 而且哈马斯的人有四万人 嗯 嗯 你刚刚讲说啊 干掉了三十八嘛 还有两万五千 两万八千人欸 比胡赛武装还大 而且你也知道他下面有一大堆地道嘛 对 他在哪里面也不知道啊 嗯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问题的困难点啊 不是以色列提出这种 这根本不是方案 就是他想要怎么样 你要有撤军的方案 然后接下来要有治理的方案 嗯 我们讲停火 停火之后一定要撤军嘛 对 那接下来要治理嘛 对 就是要建立新政府嘛 嗯 你都没有主张啊 嗯哼 那我怎么跟你谈 事实上 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世界都主张两国方案啊 对 以色列反对嘛 嗯 所以以色列是没有方案啊 以色列的方案就是长期暂停 他的方案就是我在这边你走 哪有世界上哪有这种事 这我家啊 听起来是这样嘛 是啊 嗯 那我这是我家你凭什么叫我走 那你为什么不走 那叫人家走那他要走去哪里 所以这根本不是方案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是什么屁方案嘛 嗯 这不叫方案嘛 所以 为什么又会回到说 啊不然就交换部分人职啊 嗯 那我们停火一个月啊 嗯 因为 根本的解决方案没有出来嘛 根本的解决方案就像中国俄罗斯巴 巴基斯阿拉伯世界所讲的那样嘛 你要协助巴勒斯坦人建立他的政府嘛 对 那以色列不愿意嘛 嗯 我跟你讲白了啦 很多人严重怀疑啦 以色列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啦 就是又再一次 又来了 就是加沙要把人家赶走嘛 嗯 然后约旦河西岸 就是用豚梗区 金吞蚕食嘛 嗯 那 在还没有金吞蚕食完成之前 就是种族隔离嘛 知道目前就是这样啊 嗯哼 约旦河西岸就是实质了种族隔离啊 是 那加沙地区就是不断的把你赶走嘛 嗯 那目前都暂时住在烂民营嘛 对 你也没地方去啊 因为埃及边境也不打开啊 你也没有办法去西奈半岛啊 没人愿意收 西奈半岛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目的啦 可是埃及不愿意嘛 就是人希望往那边去 是啊 那这个东西国际怎么能接受 你凭什么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不只是占领人家啊 而且你 还让原来的居民 驱逐人家 不准人家回到原来的所居地 这都违反国际法 是 那两个都违反国际法 长崎占领也违反国际法 嗯 驱逐人家 离开故乡 这也违反国际法 我目前看到在美国这边 他们又派出了这个中东问题特使 又去开罗了啊 然后现在又说要谈 可是问题是我有看到 去开罗就是要人家开边境啊 对我有看到他讲说他 反对以色列就是设所谓的缓冲区 我有看到这样子一个主张 但是他也没有再进一步的 至少拜登政府没有看到他们 再进一步的希望说 你以色列能不能做些什么事 比如说能撤军 你能够给一些更具体的时程 我再跟你讲一下历史背景 嗯 因为 黎巴嫩南部啊 当初 以色列就是接受美国的看法嘛 就说那边就弄一个缓冲区嘛 那联合国的部队就进来嘛 就维和部队啦 就进来 结果维和部队搞不过 黎巴嫩真主党嘛 所以黎兰 那个所谓的缓冲区 实质上被真主党占领嘛 对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不愿意让联合国进来嘛 为什么他要自己搞嘛 那觉得 你记录不好 你没有 你管不住 你没有能力嘛 或者他也不相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因为巴勒斯坦那个约荡和西安那个自治政府 在历史上就是被哈马斯赶走的 对啦 所以等于是历史记录 不管是联合国维和部队 或者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都不够力嘛 都不够力嘛 所以我以色列才说 我自己来搞一个缓冲区 是这样来的嘛 可是问题是你 你没有资格当缓冲军的驻军嘛 你占领人家的土地嘛 你要嘛就 叫旁边的阿拉伯的兄弟们 派联合军队进来嘛 这也是一个方法 拒绝 阿拉伯国家拒绝 阿拉伯国家拒绝 各位啊 不是以色列拒绝 这个我已经研究很久了 所以我都知道卡死在哪里 阿拉伯国家不愿意淌这个浑水 太困难了 这局很难搞不定我完蛋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局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僵局 阿拉伯国家是要负责任的 请问巴勒斯坦的问题是谁的问题 这不是应该他们整个阿拉伯 这边的人要一直来帮忙吗 这是你说的 大家都是伊斯兰兄弟啊 他就只有嘴巴嘛 说我主张两国方案 那至于两国方案如何落实 他不介入啊 你如果要坚持落实两国方案 你不派军队进来怎么可能啊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了嘛 然后派联合国会和部队进来 没用嘛 因为那是杂牌军嘛 除非你派进来的联合国部队 叫中国军队 那就可能没有人敢动 那就有可能可以落实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为哈马斯也要敬畏你三分 可是这个没有人能打爆票 因为中国也不想介入到这个程度啊 因为这里又不干我的事 我为什么要介入呢 我说加沙拉 所以最合理的方案 应该是阿拉伯国家 你自己要进来嘛 不是吗 你不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吗 听起来比较合理 对吧 他们为什么不进来 我事实上在这里 就要批评他们的自私 就说巴勒斯党问题 阿拉伯人也觉得很烫手 那可是呢 他们散在各地变成难民 对不对 他们也烫手啊 哈马斯都是从难民营里面出现的 对啊 就是他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嘛 所以他们就会激进化嘛 所以就会各地产生哈马斯嘛 哈马斯的起源是约旦河西岸 是从那边开始的 然后才后来跑到加沙 哈马斯你知道本来是一个什么团体嘛 我就跟你讲啊 所以为什么最近那个欧盟的外交委员啊 他直接骂以色列啊 说哈马斯不就是你养大了嘛 对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段历史啊 今天跟你讲很多故事 讲古 我跟你讲哈马斯一开始 对 是一群医生 是 跟学者组成的 是 因为他发现 巴勒斯党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 对 所以他一开始是慈善团体 那他们是从哪里学来这个的 因为巴勒斯党人跑去埃及念书 那就在埃及的大学里面看到了 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人创的 然后来得到政权 穆斯林兄弟会呢就是 本来也是慈善团体 就是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啦 那就逐渐受人爱戴嘛 那出来选举就选上了 就越选越大 后来被人执政党你知道 那结果这一群巴勒斯坦人就 回到加沙 回到约旦河西岸 就开始弄 他叫哈马斯嘛 就开始组哈马斯 本来就是一个慈善团体啊 那后来以色列就介入 因为以色列那时候对抗的是阿拉法特 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政府 对 那他现在叫法塔赫 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对手就只有阿拉法特 嗯 那阿拉法特是权威是够的 所以整个巴勒斯坦人就福音他嘛 对 那哈马斯坦是在那个时候摩萨德跟他接触了 以色列的摩萨德 说我们愿意提供你军事训练 你们愿不愿意 变成一个有民兵啊 智慧性质的一个团体 你们这样可以比较安全啊 那哈马斯团体一听 有道理啊 就开始接受资助 嗯 送他们到黎巴勒 受军训 你知道吗 那回来之后他们就觉得 因为阿拉法特后来就死了嘛 对 结果就 巴勒斯坦知识政府就一团乱 阿巴勒斯就掌权嘛 嗯 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就觉得阿巴勒斯 又腐败又无能 斗争就开始了 嗯 那一开始是用选举竞争 后来变成武装斗争 你知道吧 所以 他就把那个 法塔赫啊 阿巴勒斯的力量 从袈裟赶出去这样 哈马斯是这样来的 这个过程里面你以色列是 把人家军事化的 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看那个欧摩那个 博瑞啊那个外交专员 直接把这个历史翻出来啊 嗯 所以哈马斯今天变成这样 难道不是你的 你造成的吗 嗯哼 就是这样啊 主要势力之间 他想要扶植次要敌人 来攻击主要敌人 但后来 慢慢养大之后 反而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是啊 嗯 然后也将在那边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 其实对于 那我再跟你讲后面那一段 好你说 他们是 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学 学会组织嘛 对对对对 然后回到加沙嘛 对不对 嗯 穆斯林兄弟会现在 是在野党啊 嗯 那现在掌权的那个政府啊 嗯 最怕穆斯林兄弟会 我怎么可能让你进来西奈半岛 这样你懂了吧 就是现在为什么埃及一直不让他进来的原因 对 因为你跟穆斯林兄弟 你们串好的 同源啊 你们串好的 同源啊 我放他进来 我是在助长穆斯林兄弟会 对对对 而且是助长了很激进的一群穆斯林兄弟会 对对对对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每一个地方都卡死卡死卡死 可是真正的原因是 阿拉伯林其他那些 有权有势的国家为什么不进场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这 因为他只是有权有势 他很怕啊 他很怕啊 他怕我进去之后 哎呦 变成来打我怎么办 我很怕啊 你不觉得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很丢脸吗 嗯 你是你是正式的国家 你的军队还怕哈马斯 还大国欸 他们最近武器也买蛮多的 是啊 那你怎么会怕哈马斯 就表示就是一堆烂人啊 我只能这样讲啊 就是我坦白说啦 为什么伊朗 他可能看到说 美国打这么久了 怎么还只有三成 他可能他就想说 那我怎么弄 我跟你讲啊 历史上也不是只有哈马斯 对他造成困境啊 为什么伊朗在阿拉伯半导 有那么大的势力 我刚不是讲了三个民兵组织吗 对 都是伊朗的 对 珍珠档 圣城绿 是 福塞武装 是 为什么背后都是伊朗 那你阿拉伯在干什么 你沙特在干嘛 你越旦在干嘛 阿联酋 卡达 你们在干嘛 好像没有个像样的 是啊 叙利亚 伊拉克 一堆欸 你们在干嘛 而且你们几乎都是实业派 除了叙利亚之外 叙利亚 你们几乎都是顺尼派 顺尼派 除了叙利亚之外 叙利亚是实业派 那 事实上伊拉克 也是比较偏实业派 那后来那个沙特朗普圣被干掉嘛 沙特朗普圣是顺尼派 我跟你讲喔 这个要再跟你讲一段历史 因为中东实在有点复杂 真的 中东有两股现代化的力量 一股叫政教合一的革命党 就是伊朗 嗯 那 那政教合一的反动的保守党就是沙特朗普 革命派就是伊朗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要走政教合一的 他要走政教分离的 是 那他就走国家主义路线 埃及就是 穆斯林兄弟会就是 对 他就是要走国家主义路线 嗯 那沙特朗普圣就是这个系统 嗯哼 所以沙特朗普圣他是军人 他革命成功 是 他是复兴党的党魁啊 嗯 复兴党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我要用国家主义政教分离这样 那他是顺利派的 嗯 他是少数军人夺权啊 嗯 那结果美国把沙特朗普圣干掉 对啊 结果伊拉克就变成顺利派 变成实业派 实业派 对 就美国喔 这样又比较好吗 美国真的是有够蠢蛋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中东的 战略家出了问题 嗯 就你把沙特朗普圣干掉 嗯 那透过选举 那自然而然就会选出实业派政府 因为人比较多啊 是啊 叙利亚也是 所以呢 就让伊朗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 串成一条线 一路连起来 对一路连起来 嗯 这中间本来有一个国家把它隔开了 那个国家叫伊拉克啊 嗯 就美国自己造成啊 嗯哼 现在 就变成 他没有办法 因为你现在民选啊 对 你怎么选都是实业派赢啊 伊拉克 他鼓励民主啊 对嘛 民主就是票多的赢嘛 是嘛 那民主就是会选出这个 这个派为主的政党 政权嘛 就这样嘛 他忘了他没有算到这一步 因为他人口蛮悬殊的 7比3 对 蛮悬殊的啦 嗯 你怎么选都选不赢啊 嗯 就这样啊 所以你 就美国意外的打开了 让伊朗 拉进来整串出一条线 变成这样 然后现在就看到了 这一条线 基本上现在都是很直接的在校正 就是跟你讲说 哎 如果什么 感觉 他那个气势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 他那个气势感觉就是已经是 他其实是可以来当伊斯兰这边大家的老大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实业派的人口 在伊斯兰里面只占13% 嗯哼 其实大部分都是顺尼派 是 顺尼派就是卡利法 就是以现有政权为主 那实业派是讲究 这个穆罕默德的血缘嘛 那结果他被压抑 嗯 那 那 顺尼派 几个大国都是顺尼派啊 巴基斯坦 埃基 还有托尔西亚都是顺尼派 可是他们都不管 嗯 他们不管 不想管阿拉伯半岛 那伊朗为什么 你是少数派啊 为什么会 在整个阿拉伯半岛 有这么大的势力 这个就是历史造成的 因为实业派历史上都是被压破的 嗯 所以他们变成战斗民族 真的蛮强悍的 不就是变成战斗民族啊 嗯 就是 就是 这个事实上也牵涉到波斯啦 波斯因为被阿拉伯 吃掉嘛 嗯 那波斯呢 就被迫要接受伊斯兰教嘛 是 知道他本来不是伊斯兰教 他本来是拜火教 嗯 那他就不想被你统一嘛 嗯 所以他就刻意的选择实验派 历史是这样来的 就他不要被你沙地阿拉伯这边同化 是 你如果加入顺尼派你一定会被同化掉 嗯 那里既有的伊朗的传统就不见了 那他波斯人就很 波斯人就是也很狡猾啊 就说好我当伊斯兰啊 那可是我要当实验派 啊 结果现在变成实验派最大的国家 嗯 可是就变成 被锻炼成战斗民族啊 真的是你最近在看国际新闻 你会觉得就是伊斯兰 伊朗应该就是大哥 因为伊朗都在帮大家出气 哪里不送他就打 哪里不送他就打 而且他政教合一啦 对 那政教合一就是 你就知道嘛 会有狂热啦 对 讲话会很 容易会有宗教狂热 很决绝 然后很大声 然后也会很有行动力 而且他的最高领袖是宗教领袖 是 对 所以他 他看到的都是价值啊 嗯 用价值驱动的力量 最可怕啊 不是吗 明年来咯 用价值驱动的力量最可怕 王毅是去埃及图尼西亚 然后多哥跟象牙海岸 那波林可能是去维德角象牙海岸 奈吉利亚跟安哥啦 那都去了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呢 我就查了一下发现 其实他跟中跟美这边 够有一些 基础设施基础建设 然后再希望大哥们帮忙 所以呢 这次两边都去了 像海岸现在还买了这个大陆这边的一时轮式装甲车 等于说呢 他在两边各有一些需求 那另一个部分是 美国其实他在去年 拜登本来说要去非洲 后来因为太忙了 就没有去 那这一回在非洲势力 这2024的一个比拼 你怎么样来看这一局 你觉得比较笼统的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包括了安哥拉这边 也是少数在非洲这边 大家都知道这边基本上 中国负责了大部分的基建 少数安哥拉这里呢 是因为 请中方的一个厂商来帮帮他们做一个车站的系统化 电子系统 结果后来呢 那个厂商落跑了 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印象就很不好 现在就让美国和英国他们一起来帮忙接手 那大家就说那会不会两边的这个势力 就在这边开始有一些反制的一些作用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很难啊 就是说你要从单点访问啊 然后比如说他去向亚法海岸 也许找亚云他有什么矿产啦 对他矿产蛮厉害的 然后就帮他盖个交通建设嘛 用这样来制衡中国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制衡的啦 因为他在非洲是整的一大片 所以这个是日积月累的嘛 中国在欧洲投入的资源大概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了 你说在非洲投入的资源 就整个累积啦 一带一路重点也是啊 那因为 非洲国家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 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需要 盖比较大规模的基建嘛 比如说 大型的电厂啊 水利啊 然后会有需要高铁路的需求啊 高速公路啊 那这个就已经不是 因为美国以前是因为手上有世界银行嘛 对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贷款的项目嘛 可以分配 对 可是现在的金额 已经远远超过世界银行能够负担的程度了 因为现在动不动一个项目就超过10亿美元 世界银行事实上一年 他有啦不是没有 可是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 寥寥可数啊 因为他的钱就是这样 所以他 就是周少增多嘛 所以他要大家都利益均沾啊 所以他最长 资源的项目大概都是两三千万美元 太少了 做不了基建 是啊 没有办法 而且因为他是公家单位 所以他就有一个程序一定要走 就是有没有浪费啊 有没有腐败啊 然后就要进来调查你嘛 那这个程序通常都会走一两秒 那对非洲国家来讲就很烦嘛 当然也包括非洲国家自己本身也有看乌啊 冲况也是不少啦 就是 就这个过程他就很烦啊 就是 就是他要的项目你不能给那么多钱 那第二 拿到你的钱还要接受你的监督 绑手绑脚 绑手绑脚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 你用的是世界银行嘛 那没什么弹性 没什么弹性就是说 基本上他是要 他要避免呆账嘛 那如果是美国的原件计划 不是世界银行的话 那美国没有公股银行啊 是 所以美国就一定要让 民间的银行进来评估嘛 那人家是将本求利的 他就会盯得很紧 那每一个计划大概都不会超过五年 可是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你用这样的五年的计划 他们是没有办法还的啦 还不出啦 所以你就是要拉长嘛 对啊 你要把他拉到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对不对 慢慢摊提嘛 对 交通建设会引动经济发展 逐渐有一些收入啊 国家税收才能办办还你嘛 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背后的大背景 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容易胜出啊 第一 中国全部都是国家的银行啊 他比较好商量 他有弹性啊 那他也不会像世界银行那样搞一大堆监督机制啊 对 他无所谓啊 他是结果取向的啊 甚至还要配合大外交 有时候为了外交目的 你都贪污没错啦 就算了啦 不管了啦 第三个金额没有上限啊 一到一 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嘛 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总共多少钱你知道吗 59亿美元 这在世界银行绝对不可能申请嘛 那中国大陆协建的金额35亿 这你去哪里找 一半以上 就是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啦 所以重点就在于老沃政府要不要这条铁路 那老沃政府就是认为他要嘛 因为他没有这个铁路 他没有办法对外连接嘛 他变成封闭国家嘛 所以他就认为他一定要 那世界银行啊 开始有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就开始评估嘛 说中国你真坏啊 你造成人家变成债务国家 因为看起来还不起 本来就是啊 可是问题是 这个是辨证的 你如果没有这一个 他的经贸根本无从发展嘛 他走不出去 那土地也不会涨价嘛 那这个联动联动 如果十年之后呢 搞不好整个局面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我意思 那时候 要以机遇上面来看的话 也许他遇到了一个什么 那个时候对他来讲 可能35亿就不是大钱了嘛 可是这个是发展出来的嘛 那中国愿意跟你做这种事吗 那中国愿意跟你做这种事吗 我说非洲一样 就布林格你去 你評估每一個項目一定是用 民間銀行的角度來評估 那如果這樣的話 非洲的幾乎大部分的建設都蓋不出來 那非洲怎麼可能跟你好 因為有很多建設是要五年以上的 不然你看不出結果 可是對於中方來說 當然他經營非洲他有一些戰略的目的 所以他特別是 譬如說他的一帶一路 或者是說他在整個戰略思考上面 非洲這邊基本上以南方國家來講 他就是在非洲這裡 施大哥沒有錯 我跟你講 他這個是累積的效果 越來越看到效果 二十幾年嗎 不只啦 不只二十幾年 不只啦 遠遠超過你的年齡 遠遠超過我的年齡 我跟你講1970年代就開始了 大概五六十年了 我才25 我就跟你講 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 他這個就是蓋多了 那個效果就會開始出現 是 那他現在 在規劃一個地方 就不一定只是一個國家 他可能是區域 這樣在規劃 鐵路什麼 他都是一條路 然後從哪裡繞出來 然後是這樣子掛這裡 他現在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跟他有關係 所以他就可以找周邊的國家一起來談 比如說上次有一個布吉納法所 是 還有那個聖多美普林西比 我記得 那本來就是台灣的邦交國 對 結果那個時候我記得是聖多美普林西比 就是 中國大陸就要在那邊蓋一個港口 大概要花 我的印象中是3億美元 那這個遠遠超過台灣的負擔 台灣最多給他2000萬 那中國大陸就在那邊用3億美元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中國在搞金源外交 是 可是中國並不是為了聖多美普林西比在蓋的 他是為了周邊的四個國家蓋的 你這樣你懂我的意思 是 有沒有脆身 有 超脆 烤烤鶴就對了 不容易 很大聲 我來烤烤鶴 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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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像兵哥有時候晚上有點小酌 周末的時候就可以來配酒 真好吃 鳳梨 已經被我看掉了 你一個人吃兩份 你還吃掉宅宣 日式 涼了不好吃 我賣 有牛跟豬這樣一組 先生講說買回去還要烤很麻煩 不用 你回家之後就隔水加熱 對 因為我回家有試吃 就是這樣子放到水裡面 然後他用這個烏骨雞熬了大概8小時 我覺得很好吃啊 非常好吃 很嫩 好嫩好吃 看你們吃我就一直流口水 在聊天室裡面 這個字典的訊息 有一個網址點進去 他就可以點進去選 慢慢逛瘋狂買 只在時尚玩家購物 Let's go